我不是不浪漫 我不比娘炮的動作也不用美肌 講到娘炮這兩個字 確實我覺得聽起來就是非常的 不禮貌 比如說我跟 然後人家就說 啊你兒子好帥 我就說她是我女兒 他們就會說 蛤 然後甚至有一個還當我那邊說 你怎麼這樣啊 然後我就 那我沒什麼 好啦 王陽明娘炮比新事件淹上 陶淨盈直言非常不禮貌 不管man不man 其實很多人都做過這件事 你其實可以不比 只是你不要去攻擊 或甚至是用這樣的一個 大家認為是性別歧視的字眼 王陽明近期宣傳電影 角頭大橋頭 拒絕跟女粉絲比愛心一樣 也不比娘炮動作 引來爭議 適合發文回嗆網友 陶淨盈覺得十分不妥 她說對 你們都超man goodyman 就是跟她之前講的娘炮 就做了一個對比 可是我會覺得她這段文字 是在極度情緒之動下 打出來 我覺得她會造成一個阻礙耶 什麼阻礙呢 就是八九啊 或黑道啊 或表面上看起來很man的人 會不敢出櫃耶 我聽過一些故事 或身邊人的經驗 她說 我就是要故意表現得很反差 其實我內心 我是喜歡同性的 可是我就是要說 甚至就是恐童嘛 然後她表現得更另外一個極端嘛 然後要讓人家懷疑她事嘛 反正就覺得說她個人行為 她看她之後想要做什麼修正 講到娘炮這兩個字 確實我覺得聽起來就是非常的不禮貌 傳統的兩性 好像大家都認為男強女弱 所以當你男生被講成你女性化 你娘娘腔的時候 好像比較貶義 那當你是女生被形容你是 男人婆 娘子漢 像老一輩的還是很難接受 因為有時候比如說 我在台灣碰過好幾次 比如說我跟我女兒 然後人家就說 啊你女兒一直好帥 我就說她是我女兒 其實我們已經習慣了 對方可能說老太太或者是阿伯 他們就會說 蛤 然後甚至有一個還當我們在那邊說 怎麼會這樣啊 那我就 沒什麼啦 其實我女兒也就是穿T恤 穿牛仔褲而已 就這樣 所以只是可能不留長頭髮 以前還是長頭髮 那我就覺得說 稱呼是一個 再來就是後面人家對那個反應 我覺得是後面那個反應 呃 那你讓那 你知道嗎 對這種很不舒服 大家經由這件事情就知道 以後我們 尤其是在美國少年 就是在學校的時候 可能就是不斷這樣被霸凌 最後是被證明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會 從語言暴力 精神暴力 變成行為動作的暴力 這個有可能 那我們先 這就是 我他們的 和我 做音樂 這就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